大家好 在这段影片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Animation Retargeting 中文我们把它翻译叫做动作重定目标 也就是说把原本应该是属于某一个角色的 这些动作档 让它能够使用在另外一个角色上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有 我们的Manican这个机器人的角色 那还有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Paregon Shinbi这个角色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的骨架 好这边我切换到Skeleton 然后在Character这边 Bones or Hierarchy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Manican的整个骨架的设定 那同样的我再打开Skeleton 然后找到Skeleton的骨架 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Skeleton的骨架远比Manican来得复杂的多 好那当然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这边有头发的控制 好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上臂的部分 那在Manican这边骨架只有一截 都是我们所谓的人形角色 就是一样都是两条手两条腿 那所以即使它们的骨架有可能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本质上它们应该还是有很多很多地方是非常类似的 那也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的角色之间 把它们的动作互相借过来借过去来使用 好那这个借用的动作我们就称作是重定目标 Retargeting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重定我们的这些动作呢 这边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 抱歉我先把原本的寻比的角色也加到场景里面来做一个对照 在Paragon的支援包里面 我们打开支援包底下的Character 然后Hero 再打开对应的角色名称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就会看到有一个Blueprint的档案 然后有一个AnimationBlueprint的档案 那这个就是寻比的角色的Blueprint 它都已经设定好了 那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曾经介绍 怎么样把寻比的模型带换掉Paragon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带换掉第三人生的角色 把它换成用寻比的角色 那在这边事实上我们可以直接就把寻比的Blueprint拉进来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了 只是如果你现在按下Play的话 我们看到寻比它会有一个开场的动作 但是我们的键盘控制的 还是我们的Mannequin 那所以如何把我们的控制器控制的角色 从Mannequin切换到寻比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选到寻比这个角色 然后在它的细节面板里面 卷到差不多是最下面的部分 再倒回来找到Punk这个地方 那在Punk这边会有一个Auto Possessive Play 这个参数就是控制 就是设定说我们现在的Controller 到底是控制画面上的哪一个角色 如果Disable的话 这个角色目前不受Controller控制 那这边我们如果选Player0 那它就是受到0号 PlayerController的控制 那0号其实就是 一般是用来控制玩家角色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之后 再按下Play 那现在其实就已经切换成 直接可以使用寻比了 好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Mannequin这边 在同样的位置 同样Punk这边 它也同样选择Player0 也就是说画面上 可能有好几个角色 同样都受到PlayerController控制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 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先后顺序 那总之就是说 你如果要确保 PlayerController控制的是正确的角色的话 那就记得把不是PlayerController 目前要控制的角色 先把它Disable掉 这样Disable掉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就可以 可以做这些攻击啊等等的这个动作了 好 然后这是它跑步的方式 好那我现在假设我想要把寻比的动作 替换给Mannequin来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先找到寻比的AnimationBlueprint 所谓AnimationRetarget 就是动作重定位 它可以用在任何的AnimationAsset 就是我们这边的所有的这些动作档 任何一个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情况 尤其在初学的情况呢 就是直接转AnimationBlueprint的档 那它会同时把这一个AnimationBlueprint的档 所需要用到的其他动作档 同时做转换 好 不过在转换之前 我们必须先有一些在骨架上面的前置动作 好 首先我们回到刚刚寻比的骨架档 再提醒一下 好 在AnimationEditor的时候 我们要选在Skeleton这个状态 因为Skeleton跟Mesh出现的画面其实很接近 所以有时候你找不到指定的时候 你可能切的标签是错的 那我们现在选到Skeleton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呢 请你在左边的标签这边 选到RetargetManager 或者直接按上面这个Retarget重定目标管理器 选到这边之后 我们要改的主要是Select Rig 这个参数 在这边我们可以选择一副通用骨架 现在这个东西我们叫Skeleton 那Rig跟Skeleton是蛮类似的一种东西 那这边我先不去做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但是总之请大家在Select Rig 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 选择Select Humanoid Rig Humanoid就是人形 人形的生物的意思 所以选择这个之后 画面上的骨架不会变 那但是在重定目标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副参考骨架 那这个参考骨架其实就是一个简化掉的Skeleton 而在底下的这张表 就是对应到说 在这个简化的骨架里面 它会对应到薰比原来的哪个位置 比如说它的骨盆 就是对应到骨盆 它的这个肩膀 就是对应到肩膀等等的 那暂时我们这个地方完完全全都不用去动它 然后我们再选到Manneken的骨架 也同样的在Select Rig这个地方 选到Humanoid Rig 那现在它们两者之间 就有一个可以共同的骨架来使用了 好那刚刚这边会出现一个提醒你要存档的讯息 那我们这边把它先做一个存档好了 好这些不存档还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如果你在离开 离开整个关卡编辑器的时候 如果没有存档的话 那当然刚刚前面的修改都无效了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关卡编辑器 然后在薰比的Animation Blueprint这边 按下滑鼠右键 在最上面这边就Retarget Animation Blueprint 然后我们选后面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就会把薰比的 就这一个Animation Blueprint复制一份 那复制给谁呢 这边现在会列出哪一些是可以使用这个骨架的 那我们看到上面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Mannequin 所以要选择它 那选择之后 我们转换之后的这些动作档 要存到什么地方 在Folder这个地方 那后面的斜线GAMP就代表我们 Content资料夹的跟目录 那我们东西还是要一个资料夹一个资料夹的 的Fund会比较好 所以我按下Change这边 然后找到Mannequin 在它的 好就在Mannequin这边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New Folder 然后打New Animation 好那这样子转换之后档案会存到这边 那抱歉 因为刚刚碰到关卡编辑器的视窗 好那再回到这个retarget的视窗这边 那这个时候其他参数我们都先不要去管它 我们就按下retarget这个按钮 好那我们看到画面上这些黄色的就是 它就帮我们把Shinby的动作全部转到新的资料夹了 好那现在再回到这个地方 好那所以 抱歉我先切回来 好那现在我再把这边 Mannequin的Punk这个地方 改成Player0 好 然后把Shinby同样的这个部分 改成Disable 好那现在 我们的Controller PlayerController控制的角色 又回到了Mannequin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再到上面 把它的Animation Blueprint 改过来 好 所以我在Animation这边的Animation Class 按下去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 有两个不同的Shinby 好那依照顺序来讲 大概上面一个应该是这边的 好 就是Shinby现在在用的 那我们选下面的这一个 好那我们看到选了之后 我们的Mannequin的动作 是不是就变成跟Shinby一样了 好然后我再按下Play 好那两个人所采取的动作 就都变成一样 OK 好那这个就是有关Animation Retargeting的部分 我们先介绍到这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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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